另外来自新北市的文豪社会福利基金会 今年选择到花莲来发送爱新物资 其中500份20号是送达了吉安乡 由乡公所通知中低收入户的家庭前来领取 乡长游淑珍相当感谢企业社团的善心依助 让爱新能够传达到吉安乡的每个角落 米 油 麦片 奶粉等相当实用的民生物资 用购物袋装起来让民众可以方便提领回家 这是来自新北市的文豪社会福利基金会带来的爱新资源 我们是发新的 自己发现的 我们是文豪社会福利文豪慈善基金会 那我们平常都做哪些业务 我们平常的业务大概都是 最主要的业务就是做发放 我们一年大概发放了差不多五六千份 五六千份 然后就是大概锁定 今年要锁定几个县市 然后就发公文到各乡镇去 看他们的意愿怎么样 多少人我们再来筹备 那今年是花莲县 大概准备全部多少份 我们从昨天到现在已经花了三千多份 既然乡长游淑珍亲自颁发感谢状 感谢企业社团的善心益助 让温暖与关怀可以散播到各个角落 感谢文豪社会福利基金会带来满满的爱跟关怀 尤其这一次针对于中低收入户 总共五百户来作为一个寄住跟捐助 我们所有的物资超过五十万 所以这也是文豪王董事长 带来的团队 挹注在吉安的能量 吉安相拥所救助物资的平台 我们希望本着尽心尽力 而且公开透明的方法 让我们的每一份心意 挹注到位 而且善尽到我们家户邻里巷弄 甚至于独居老人 寻守对千奇的这个关怀到家的 这样的一个到位的服务 我们相信我们要感谢 所有益助的善心力量 更要做好在地 推展欢心跟实际到位的 这样的一个救助的精神 所以我们大家一起来努力 也谢谢大众的爱心 五百份的民生物资 由乡公所通知境内弱势家庭前来领取 乡长游淑珍表示 乡公所会做好物资整合平台工作 让来自各界的爱心物资 可以最有效的发送到 每一个有需要的家庭当中 借旅会前相报道